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汤维为色界所付出的远比我们镜头前看到的多 2006年拍完了《断背山》的李安 决定开拍张爱玲的色界并发布了女主标准 一 一定要够美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符合 二 一定愿意拖并且拖得自然 赵吉令一发出曾经一起打拼好莱坞的老树人张子怡先来接榜 表示自己特别愿意 却被李安拒绝因为她觉得张子怡太刚太精明 不像那种会发生故事的人 后来又有人给她推荐 拥有六角脸也敢拖的大S 以及标准美人李志玲神仙姐姐刘亦菲 但李安还是不满意 李游和张子怡一样不够傻 就这么面试了一来个月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演员 李安一度觉得理想王家知识不存在的 也动过念头干脆用张子怡算了 正在李安要落锤的时候 有个香港导演说要给她推荐个女孩 于是在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当李安看到推门进来的汤维时 瞬间感觉书中的王家知被吹到了自己的面前 李安虽然对汤维颇有满意 但还是很慎重 曾前后两次约她常谈 从角色感觉到个人思想方方面面 试图更深入的全面了解这个女孩 和李安聊过之后 曾因为颜值问题 两考中戏不中的汤维 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很兴奋 打电话给曾经合作过的制作人 袁红报喜 感觉不错很自信 就这样一直到那年7月 刚刚凭借锦花燕子 拿到衍生第一个奖的汤维 以新人的身份打败了众多一线女星 成功来到上海禁组时期 其实不仅李安慎重 汤维在一开始听朋友谈色界时 内心也是比较矛盾的 父母都是传统知识分子 原本就不同意她走表演这条路 可面对汤维的坚持 父母又退一步 说演戏可以 但裸露不行 是面试还是放弃 当汤维犹豫了好久 但演员的直觉和热情告诉她 对于28岁的自己来说 这是一个一错过就不会再来的机会 于是她去了 当时也并没有想自己能被选中 在得知了这件事成了之后 汤维并没有想瞒着父母 她拿着剧本找到二老 坦诚自己的选择 父母看了剧本 虽然觉得眼前有点黑 但还是决定尊重闺女的选择 并语重心长地叮嘱她 你选择了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荣耀 但你也会失去很多 你只要想清楚 我们没有一件 而通过海雪经历过思想斗争 拿到爹妈帕斯卡的汤维 进组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身为老阿斯卡人 李安是出了名的要效果不要命 为了达到心中的理想状态 她让汤维每天只穿着旗袍顶着书 练习走路用矿泉水平 当酒瓶练习倒酒 不仅苏州平台每天要弹起来 大麻将站立坐姿礼 也要一点点抠戏 每天光是训练 这些基本功就要花上十多个小时 这样的魔鬼训练 一来就是三个多月 中间没有休息 那段时间汤维就是007 而这也仅仅是汤维牺牲的开始 李安曾说 色戒是她投入情感与经历最多的电影 拍完的感觉就好像从地狱回来一样 而身为演员的汤维和梁朝伟 更是几个月身处这种地狱之中 片中的激情戏对于信任汤维来说 是巨大的挑战 拍摄的时候 整间屋里只有汤维梁朝伟和摄影师 李安告诉他们自由发挥 不用想太多 汤维也从一开始的紧张 无所适从到慢慢适应进入节奏 汤维也曾说那些激情戏 是很讲究技巧的 他和梁朝伟一遍遍的摸 有时候入戏太深要导引喊停才能停 有时候即便喊停都停不下来 为了达到效果 李安一遍遍的很cut 喊得梁朝伟累到虚脱 汤维更是压力大到几度崩溃 直到第13遍 他们终于没有再听到李安的NG 被折磨太久的汤维 梁朝伟终于忍不住 在现场哭着抱在了一起 似乎是在庆祝某种胜利与解脱 色戒杀青那一天 李安找到汤维说 这部戏上映后 我最担心你 因为气力的大尺度 所以我会收你为干女儿 果然色戒一上映 如珍珠般 圆润明艳 清色又纯真的王家之 让汤维祸了 只是这么一夜爆火之中 更多的是人们 将大尺度 以及他与梁朝伟 是否假心争作的事 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别人拍了李安的戏 都是风风光光的安女郎 可到了汤维 即使拿了金石奖 又在金马封神 但依然是燕女郎 被评头论足各种绯闻满天飞 也正如李安所料 汤维犹如唐花一线般 盛开后 瞬间被折断了 色戒的轰动 让很多导演 都不敢找他拍戏 本来演了不少话剧 也有不错前途的汤维 瞬间变得无戏可拍 原本已经谈好几个代言 也随着汤维被封杀而泡汤 正在播的广告 也被叫停 到手的480万代言费 他主动退了回去 事业上折兵损降 同居三年 已经谈婚论嫁的男友田宇 也因为色戒和他分手了 汤维曾调侃那段时间的自己 就像上阵A股 疯狂冲到了历史最高点后 稀里哗啦的崩了盘 从一夜成名到无路可走 如此巨大的落差 对于一个28岁的女演员来说 几乎意味着前途没了 就连冯孝刚金星 都曾亲自下场替他打抱不平 你们要逢杀 逢杀李安梁朝委去 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 但汤维却从未抱怨 更没有抑郁 而是选择一个远走他乡从零开始 他要靠奖学金去 伦敦艺术大学进修表演 虽然李安早早就为他铺好了路 但到了国外一切还要靠自己 为了生计 汤维开始卖艺 他站在伦敦街头 把脸涂上厚厚的油彩 做街头表演 还主动联系羽毛球俱乐部 用一场比赛换来了兼职陪练的职务 和60元每小时的工资 日子就在他的不抛弃不放弃中 越来越好 而汤维的街头艺术 也引起了英国著名设计师加雷的注意 还因此认识了好几位英国设计师 在英国的路越走越宽 就在这时 汤维接到了月满轩尼诗的邀约 并入选香港政府优秀人才计划 获得香港居民身份 而汤维月满轩尼诗中的表现 也让大家见识了那只曾经崩盘的A股 如何用自己的实力 在登A股宝座月满施尼轩后 汤维主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 一上映便刷新华语都市爱情电影的票房记录 汤维也拿下三个最佳女演员奖项 晚秋中的汤维搭档玄冰 一举拿下韩国三个殿堂级电影大奖 还结识了自己的丈夫导演金太友 先有书籍是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去 而后有汤维脱了就脱了 他从不后悔一直向前看 多年过去 汤维早就摘掉了燕女郎的标签 成为知性的性感女选 再谈到色界 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了汤维的演技 也理解了李安导演 为什么明知山有虎 却偏要拍三场大尺度的激情戏 没有这三场戏 你会觉得 这只是一个女学生为了鸽子蛋 出卖队友的故事 而有了这三场戏 你会明白这是情感欲望的交织 理性与感性的碰撞 有人问汤维 色界让他差一点失去一切 值得吗 汤维回答 一身能遇到一个王家之族矣 而如果有人问王家之 因为义先生丢了性命值吗 想来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 一身能遇到一个义先生 武汉 有人曾评价 中国人最好的七情六欲 全在离岸的色界中 七情六欲 心理层面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 复杂多变 与深力层面则是 掩耳鼻舌深意的 本能纯粹 七情操控着六欲网 六欲又毫不遮掩地表达着七情 梁朝伟也曾说 在身体互相碰撞的时候 却是架洗真做 情欲本无过 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去正视他 表现他 这也许正是离岸选中汤伟 汤伟选中色界 色界又为什么离不开 三段激情戏的原始冲动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 我会持续带来更多